不好意思,剛才沒有聲音 有網友說沒有聲音 終於看到沒有聲音,麥克風不知為何關掉了 先說一句很抱歉 無聲訪有聲 現在先說一說民建聯 這裡又要說一句不好意思 出現這個問題 第一天回來直播就有點嚇人了 其實也不太記得怎樣用直播系統 因為不做節目其實感覺挺舒服 感覺是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沒有聲音 先說一句不好意思,很抱歉 那麼 現在說一下立法會代表團在福建 搞了五天的考察 主席梁君彥 總結第一天的行程的時候 就說他選擇到福建訪問 因為福建近年發展迅速 也因為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經在福建主政17年 留下很多腳印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梁君彥說 習主席當年主政時的規劃工作 眼光長遠 他說 他到了福州新區考察的時候 當地能夠展示規劃藍圖 而本港商討發展北部都會區 已經有一段時間 因為特區政府也要有實際事物向外展示 立法會他們做些什麼 對不對 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說很奇怪呢? 在國內其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治理水平比較高的省份 而習主席也去主政過 其實就是 浙江省 習主席他是不是 去福建做很多事情 事實上他做了17年半 他在廈門市 在寧德地區 福州市都做過 他去到1999年的時候 才做省長的 福建省的省長 那他 當然 去到浙江省的時候 就做三位書記 那 那 現在就算去到 我的理解 習主席去浙江他不是做了很久 然後他就做了 上海市的市委書記 那 但是 有些事情我也要 講清楚 就是 如果你現在要拆鞋 你說 習主席在福建主政17年 有很多足印 以及規劃眼光長遠 那 那 事實 當然是 有功勞 有習主席的一份功勞 但是 是不是 留下了很多事情 是說 習主席的遺產呢? 習主席還沒死 但是他的政治遺產 legacy 是會在這裡 其實真正 我認為 做得好的 其實就是浙江省 就是 浙江省 是不是比福建好很多 我的看法是 這個 不是單純是我的看法 就是 我在19年的時候 在北京的時候 跟朋友聊天也是 其實 國內治理水平 就是 真正是非常好的省份 就是浙江 不好意思 如果你 還是沒有聲音的話 這個 我也抱歉 你要聽後一點才會有聲音 這個 非常抱歉 其實 我也要說說 立法會那些人 現在當然要把特區政府 說北部都會區 其實他們 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你看得到 香港從政那些人 有一部分 是 反對明日大禹 其實 到現在也是 反對明日大禹 其實 真正有 這個 長遠眼光 其實就是 搞明日大禹 那麼 但是問題就是 香港特區政府的規劃 是沒有辦法堅持下去的 他做不到堅持下去的 我舉個例子 就是 現在 中環那些地方 港島的地方 就是 第一個CBD 就是香港第一個CBD 其實有部分的東西 就去了 東區那裡 就是 在太古 則如蔥那裡 那麼 那麼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 現在 搞CBD2 在啟德那裡 沒有部分政府部門搬了過去 其他地方 現在拿去搞 簡約公屋 其他地方 就 暫時不去搞其他事情 搞簡約公屋 這樣行不行 我就告訴大家 這樣也是行的 就是 政府做什麼都行 但是你之後的後果是怎樣 就是你 CBD2 做了出來 有很多事情 其實 已經是遷就了數 就是很認真地說 就是最初那個規劃 結果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說 有些事情 本身的規劃 是不是做得好 有些事情 就是 你看到都知道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仔細去想過 譬如舉個例子 搞那些 什麼 電車 什麼 單軌的那些 單軌的那些 其實肯定不行 就是 一個地方你要單軌的那些 你要有很多特定的條件 在 啟德那裡沒有這些條件 好了 那你 那區裡面的交通是怎樣 那就是用巴士 不是怎樣 有巴士 小巴那些幫忙 這些 已經解決了交通問題 但是給人的感覺 當然是 喂 政府走數 好了 然後還有鐵路線 鐵路線 接著又搞不到 那給人的感覺 又是走數 好了 那你 就是 CBD2 你已經走得這麼厲害 接著明日大禹 提出來的時候 又有人反對 現在立法會裡面 有些人 去選的時候 他也是反對明日大禹 的 是一個他選舉的平台 就是反對明日大禹 那個人現在就是 行政會議植物人 那 好了 那如果 你說要 就是在北部都會區 要有實際事物 向外展示 特區政府的問題 就是連地都還沒收到 在北部都會區那裡 那我怎麼展示 地都還沒收到的時候 怎麼展示 給大家看 是怎麼樣 那些規劃文件 他只能在規劃之後做什麼 但是地都還沒收到 那可以怎麼做 現實是 你說 接著 去這個團的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 他就說 北部都會區 是企業和市民都關注的 新發展區 CBD2都還沒搞定 變成搞簡約公屋 現在結果 就說企業和市民都關注 這個北部都會區 北部都會區不是不搞 我也認為是要搞的 認同這件事情 但是 你現在北部都會區的地 是收不到的 這是現實問題來的 那些地 政府收不到的時候 你們那些人就去罵 政府收不到地 但是實際上 你們那些立法會裡面的人 有多少在新界那裡是有地的 就是那些家族企業 哪些人是有地的 還有跟那些有地的企業的關係有多密切 這些 其實一般市民一看就知道你們那些政客在做什麼 就是說 現在你說 這個新發展區在官方渠道獲取的訊息不多 其實是有網站說的 北部都會區的 其實是 但是 李慧琼呢 他就說 這個是好笑的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好笑的呢 李慧琼就說 特區政府可以參考內地設立新區展示館的模式 向外介紹遠景 但是特區政府其實已經有文件了 其實已經有一個文件 就叫做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它是有簡介的 族有就是 它是畫了一些圈子 有些是 究竟是什麼 怎麼做 就是 有一個深圳灣優質發展區是怎麼樣的 它畫了一個圈子 接著還有港芯 緊密互動圖 這個就是福田羅湖那裡的 好了 接著就是大鵬灣 印洲塘 生態健康旅遊區 它又畫了一個圈子 其實就是 這些其實已經畫得清清楚楚了 為什麼可以說不知道 為什麼可以說不知道 好了 那麼 Emma Long就說 展城館有北部都會區展覽 其實 如果你說要展示館模式 那有沒有必要 現在已經有做了 剛剛Emma Long就說 我又覺得很奇怪 好了 Winston 巴洛拉就說 搞得都不湯不水 根本就是 正商糾上瓦坑有條路 其實現在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事情 你說 沒有東西 現在一切唱好的 現在有些人一切唱好的 什麼事都沒有 現在香港非常好 但是你看一下 那些細節 你就會想一下 咦 有些人不太妥 他們不斷說北部都會區 其實 有些人當然是反明日大嶼 還有 其實明知一件事 你搞了明日大嶼 政府才在地上有定價權 現在 他們政界的人在做什麼呢 就是 不斷向特區政府施壓 尤其是在北部都會區那裡施壓 但是 就沒有考慮實際的情況 他在北部都會區那裡施壓 其實政府是收不到地 我也說過 政府收地根本有極大程度的困難 那麼 有這麼嚴重的困難去收地的時候 你再施壓的時候 其實實際會是怎樣呢 實際其實政府有需要 就是要公佈一下 就是 哪些地方是收地有困難的 但是 當然這樣做 政治上也是會有其他問題 為什麼呢 你直接觸碰到 那些從政的人 從政的人可以很兇的 因為他們最起碼 就算沒有什麼支持也好 就是說 找幾萬人支持他有沒有 那一定會有的 就是幾萬人都沒有的話 其實就沒有可能 你想一下就會知道 那些公佈的 XL就說 反而地產商賣樓 有提發部都會區 那其實他們當然是這麼說 那些貨美那些 現在他們正在清 其實香港樓市 現在是不是有些問題 其實是有些問題 這件事情 我最初也想不到 會搞到這麼嚴重 有些事情 就是 不是很妥 其實香港 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在我的角度 我是 想不到他會有 譬如舉個例子 就是之前他天價撻訂的問題 就是 減徐哥 的大公子 他的樓盤 那個波魯道那裡 撻訂 他撻訂是虧多少錢 是虧20億 是虧20億 都要撻訂 你明白嗎 其實是一個很惡劣的訊號 其實是 這個訊號是很危險的 其實是 這個訊號是很危險的 哈哈哈 那收拳就說 李家超 夠膽和新界人 說 沒有明日大月 就不會有北部都會區 我就說他厲害 這件事太遠 就說 私人口好 正公公才多需求 其實 現在是 有些難度的 現在是很難搞的 哈哈 看到的情況是很難搞的 那 他 這個波魯道豪宅 21波魯道路 那裡 那個 訂金是 20億 760萬 20億 對不起 不是760萬 這是 這是 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 撻訂 個案 不過我先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再說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我一看到是呆了 哈哈 那時候我是 剛剛去機場 一看到 咦 很嚴重 哈哈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 我再說 這個撻訂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我們來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